朱元璋发明铁裙之行,只使用了一次,犯人是明成祖朱棣的生母,和佛赏花卷铁裙之行,这个很少有人听到,因为这个刑罚是明太祖朱元璋发明的有记载的,只使用了一次用在了朱元璋自己妃子身上之后就再也没有, 史料记载了仅仅从字面理解,是用铁片做成裙子给女人穿上,然后把女子放在火上烘好,听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今天笔者就讲讲这个不为人知的酷刑由来。 其实被称为屠夫皇帝的朱元璋对酷刑很有研究,比如抽肠,在朱元璋手下当官被举报,贪污六十两包皮一百二十两以上,就要被抽肠,就是将铁钩塞入犯人那儿把大长头拉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弃绝身亡后来朱元璋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废除了死刑朱元璋,对男人很对女人也一样。 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妃子,也一样不守软红五十四年,有人在明皇宫的湖中发现,一具婴儿的尸体朱元璋,怀疑是后宫嫔妃偷情度太争掉的大怒,他断定是湖,冲妃所为于是将他杀掉冷静下来,朱元璋想到湖冲妃已似是多了不太, 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直到洪五十七年,有人密罢胡顺飞与男子秘密来往朱元璋想起三年前的弃婴案, 于是又将胡顺飞弃尸荒野,说道铁裙之行,就要说道一人就是公妃他志, 今是个历史悬疑大明史料,记载,他是朱元璋的妃子后世,猜测是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朱元璋为何给公妃动铁裙之行, 是因为他为祖月就生下了朱棣朱元璋,怀疑他有私通之嫌, 只是这个酷刑是先把铁裙烧热,给妃子围上,还是先穿上铁裙再烧热?